好险前夫总吕秀莲差点要被蛇给咬一口了 在7月22号当时全台湾都在风制池的时候 当时吕秀莲是带着玉山周报的员工 勇闯桃园拉拉山 不过当天在下山的途中 吕秀莲不小心踩到了一条蛇 差点就被咬了 缩心靠着贴身随护非常的激紧 使出了扫堂腿 把这蛇给踢到了一边 踩救了吕秀莲化行为夷 穿着粉嫩套装仰望远方 前夫总总吕秀莲上周带着玉山周报到拉拉山玩 不过每每照片背后 吕秀莲差点被毒蛇咬到 原来吕秀莲下山途中 不小心踩到了一公尺长的臭青木 还好当时身边这位随护 急尸大喊 还使出扫堂腿 把蛇踢下山才化险为夷 救主有功的就是他 国安局副组长郑伟扬 不管是近身防卫术 还是扫堂腿都很拿手 得知老板踩到蛇 玉山周报的高层还起哄 说这是急照 要吕秀莲选2012年总统 吕秀莲惊痛意境的民间友人则说 在诸事不宜的日全时 当天吕秀莲踩到蛇却没事逃过一劫 另一名朋友更说 在山归细水的拉拉山 吕秀莲踩到蛇 就好比悬天上帝 为了感谢随护相救 吕秀莲邀大家一起拍照 才留下之争拉拉山的大合影 中新闻台北综合报道